現在有說媽媽我紅頭 面電老闆娘一接到詐騙電話 六神無主就想會簽 人家說我們兒子在那邊 你也沒辦法 你先幫我們兒子走 錢先給她 叫我先給她 兒子在澳洲打工 一時聯絡不上 讓夫妻倆誤以為 兒子真的在綁匪手中 唉 她也做別人 妳不知道 怕怕不完 另位媽媽接到類似電話 哭著跑到超商 說要買點數 你現在她說話 她是她的 她現在在公卡 公卡公正 公卡公正 這些詐騙手法 民眾習以為常 但如果真的遇上又會如何 有時候很難講 人沒有遇到的話很難講 遇到的 沒有遇到的時候都可以很理性 遇到的時候 不一定就會這麼理性 我們要先求證家人 是不是真的有被綁架了 自己的心頭肉 被帶出下去綁架 媽媽更容易慌了手腳 黑衝市警方就發現 近三年來的詐騙案件比例 其中刺母詐騙最多 尤其已無數歲的女性 佔了七成 另外在詐騙的手法部分 以綁兒子將近七成最多 另外在詐騙集團要求的贖金裡面 則是以女兒平均36萬元較多 綁兒子案件最多 綁女兒的贖金則是最高 要價36萬元 小孩真的被綁了 花36萬元 你會花36萬元嗎 對不對 沒有那麼多錢 對 所以應該還是會先請警方協助吧 有媽媽說贖金太高付不出來 當然玩笑話停停就好 雖然假綁架的案件不多 但平均一件的財損 就是一般詐騙的20倍 民眾一定要多加留意 別因為戶子戶女心切 上了帶徒的當 就連接到警察台中採訪報導